好幼稚 他就很快想要把牙洗完 Eason你好有意氣喔 對啊 沒想到整間遇到 我們說在外面碰到不該碰的人 機率也有 比如逛同一個白公司 共同吃飯 欸怎麼碰到你 這機會是有 可是醫生要碰到不想看的人 更多了 我學姐也是有碰到她 她跟診的那個女醫師 然後她女醫師碰到她病人是她的前男友 然後他們也是就是那種 不好的收藏 因為她前男友就是會 在大學的時候跟她交往很久嘛 然後會打她 然後之後又有小三這樣子 那是之後醫師跟我們訴說的 然後那時候是 她老婆陪她來看診 然後我們醫生那時候有 有突然看到她也是傻眼 然後就一直很冷漠的看著螢幕電腦 然後她就問醫生一些問題 她也是說 嗯 檢查就好 嗯 沒事 這檢查就好 然後就是也很冷漠 那個她的老婆也覺得說 欸怎麼醫師怎麼不多問一點問題 然後一直在幫她問 然後醫師還一直就是也沒有理她 後來就出了診間 然後沒想到她前男友回來診間 去問那個女醫師說 你過得好嗎 這樣子 然後就那個女醫師 其實她眼眶有點泛紅 因為那是她很不好的回憶 然後她就是抬頭看她說 我很好啊 那你怎麼還沒死啊 而且她後面還更屌是說 你怎麼還沒死 你是等著有癌症等我醫是不是啊 然後整個那個男生就 就 嚇到然後她就說 好那沒事再見 然後就趕快跑走 然後我們那蘋果人都在旁邊這樣 大拍手那個醫生 因為覺得她實在太厲害 可是這個蠻奇怪的 你去掛診的時候就知道醫師是誰啦 為什麼讓她老婆講 我覺得她有點在故意 故意啊 對 有的是故意想要去見一面 想要看她一眼 對 嗯 可是這個蠻奇怪的 有個學弟突然幫一個主治醫師帶枕 那因為有時候帶枕 因為很臨時 那個醫師的牌子並不會壞 然後她剛好她的前女友 就掛那個主治醫師的枕 你的意思說 這個比如王毅琦的醫師不會掛 可能來了一個你的學弟叫魏智偉的 就像是我幫陳醫師帶枕一樣 可是陳醫師外面還是掛陳醫師的 對 我很少前女友我都沒有 所以我都會有這個問題 我說也不是我們來 不是我們 學弟代班 對 那因為還是掛陳醫師的名字 可是我繼續看 然後因為 就前女友也不知道是她的門診 她是掛陳醫師 然後可能也許她去看其他病人 那整間護士教育就直接把那個女生 直接帶到內診室 那等這個帶枕醫師一進去 兩個四目交接 可能以前很習慣 因為以前很男女朋友就會習慣 那場景 可是已經分開了 那四目交接就 就異常尷尬 結果就看到女生 臉膀套下來 一副穿起來說 我今天不看的 結論是不要交太多前女友 對 台灣就那麼小 病患看診 鬧烏龍 尷尬糗事真不少 其實因為 很多尷尬的事情是因為我們醫生太忙 沒有時間解釋 還有喔 剛剛其實我聽到幾個就是 現在我們醫生要習慣一件事 已經竟然要先讓病人講一講話 聊天一下 大概留十秒就可以了 這樣會減少很多的尷尬 要不然真的一滴頭去 你就一直開始邪惡 然後起電腦會出問題 那現在又另外一種情形 就是要博取病人的好感 所以你要開始跟他聊聊天 現在很多網路上的那種網路笑話 其實真實生活都是真的存在 像我記得我以前在綜合醫院裡面 所以那個醫院 每次有新的護理員來 護理員很可愛喔 他那個護理員其實不太會講台語 可是我以前在桃園 桃園就你要講一點台語 那老人家 他就要假裝講台語 然後跟他講 那 台語沒練動就會出問題 像他是一個尿科的病人 這是真的 開刀房講給我聽的 然後他到開刀房去 然後那個 要移床嘛 那護理員就說 阿伯阿伯 你人打得下來了 人打得下來了 阿伯就說 啊我 那個小女生聽不懂台語 沒有啦 你人要打得下 人打得下 反正念起來就很 那阿伯就很驚恐你知道 我再來開別的刀 我不是在開這個的 然後好險旁邊 老鳥護士就出來了說 沒有啦 阿伯你人 看得下來了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真實生活也是喔 那個 那時候去 家務病房進去嘛 那那個 都要戴口罩 對 口罩要出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 門口會員員交代他說 阿伯你那個口罩 要脫口罩喔 阿伯說 就是美人這麼嚴格 要脫口罩 對對對 你出去要脫口罩 他就很老實 真的出門口要準備 脫褲子 不是嗎 你脫口罩叫做脫口要走 你知道喔 那好險那個 又旁邊一個老鳥就說 沒有啦 不是阿伯 是脫這個口罩 口罩 不是脫口要出去走 所以這個 真實生活 大家聽起來是網路笑話 真實生活真的有 你驗說會發生 真的會有 這保安說我相信他 因為這個笑話有 你男人趴過來了 就男人趴過來了 就男人趴過來了 他是連在一起 所以聽說 男人趴過來了 我好像一直看這個 要脫口罩 有時候副理師會直接翻譯 像我們有開刀 今天常常要送刀 他們其實要量身高體重 有時候遇到老伯伯 他們真的會跟他講台語 他就身高 他身高大概多高 他不知道怎麼發音 他說 阿伯你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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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很多啦 他們說 拿我回去 一重吃百五顆 一百五十顆 吃百五顆 吃飽五顆 吃飽五顆 可是你聽到吃百五顆 一百 你只要吃一百五十顆 對 吃百五顆 就是這種 這種醫院的笑話 你常常有 所以語言溝通就很重要 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習以為常在講 但是旁邊的人 不懂的人會聽錯 這個故事 也是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我才知道別人這麼想 比如說我們內診 我們常常會說 那個小姐 我們要放東西進去 所以你嘴巴打開 那旁邊 那一天另外一個男主持人 就不太懂 他說 你下面撐開 嘴巴打開 是也要塞東西嗎 那你為什麼要 叫他嘴巴打開 那時候解釋了快一分鐘 男主持人才懂 這個意思 其實我們嘴巴打開只是說 你要哈氣 讓負壓減少 我們陰道才好撐東西進去 我想你們做內診 他一定會說 我們要撐東西 你嘴巴打開哈氣一下 但有時候講太快 哈氣沒講 你嘴巴要打開 所以旁邊聽的人就不懂 我下面撐開 為什麼我嘴巴也要打開 我上面也要塞東西嗎 因為他的觀念會停在洗牙 他就想說 我這邊撐 我嘴巴是不是也要打開 要塞東西 所以就是我們 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其實在別人聽起來 就會匪夷 所以就不可思議了 對 像剛剛保倫醫師就講說 我們護理師都會 可以硬講台語 我就是那個硬講台語的 對 有什麼標準 那該怎麼辦 對啊 因為我們就很想要讓病患知道 我們在講什麼 然後我們又一直想說 一直解釋 但是又越解越模糊 這樣 我們就碰到一個 要做心導管的一個病人 然後我就 因為我們做心導管 前一天要先換手術服 然後我們就跟他 跟阿伯講說 阿伯你明天要去 帶那個我們的手術服 不是跟那個 Sagako 要一起穿過來 然後阿伯說 我說對啊 而且要反著穿喔 你一定要把那個 那個Sagako 穿過來 然後隔天我們就看 很尷尬 阿伯就 他就跟我說 我沒有藍色 我只有在地下間 買到 黃色的子彈內褲 這樣可以嗎 他拼成三角褲 對 Sagako 我也聽到三角褲 Sag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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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跟褲子 Sagako Sagako 你沒聽到三角褲 我以為 他有反穿嗎 對 那個考克在外面 對 其實是穿手術服 衣跟褲子 Sagako 對 所以 然後還有另外 我們在交付病房 會碰到就是那種 腦出血 然後意識混亂的阿嬤那一種 然後我們 在交付病房會幫他偷 就是側尿尿跟大便量 會幫他倒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們也是碰到一個阿嬤 我們就幫他倒 然後就跟他說 你尿尿現在300 然後大便500 然後他就突然很生氣說 怎麼這麼貴 然後我說 阿嬤不是你誤會了 他說 你們在醫院就開始罵我們 然後說 我們怎麼收那麼貴 我說阿嬤我們是在說 你大便的尿尿的量 跟大便的量 不是說多少錢 他說 你們這樣不行阿 我一定要去皮包拿880給你們 才算了總和 然後要把錢拿給我 就很激動 之前也是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有一個老先生 他因為長期便秘 來看我們的門診 門診我們就開了一些 因為他住過了檢查 大概就是想要來拿藥 然後他尋訪了好多家醫院 都吃藥效果都不好 那我們就開了很多藥給他 回去之後隔一個禮拜回來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其實你的那個藥效果真的不錯 是不錯 不過還是有點問題 就是說 我吃起來覺得 就是很黏牙 就吃起來軟軟的很黏牙 我說怎麼會很黏牙 我這藥都有 然後他就說那個藥吃下去之後 它會在嘴巴溶掉 它整個會黏在一起 嘴巴會髒不太開 你是開花生糖給他是嗎 不是 後來他結果他的形容我才知道 原來他吃的是那個腮劑 腮屁股 腮屁股 不發燒的那個腮劑 那個腮屁股的 因為我幫助排便的 是有的是吃的 有的是腮屁股的 腮劑的話 他因為他預熱他會融化 對 然後他就是回去之後 他可能自己也沒有注意看 然後可能我們那時候 跟他講說他也沒有很認真聽 就回去之後 就把那七天份的腮劑 就每天吃一顆 這樣 後來他就嚇到 就說我這樣有沒有問題 身體會不會怎麼樣 你這個聽得像笑話對不對 我就發聲過一次 我節目已經介紹過 不是腮劑 我是油 油 灌腸的 灌腸的油拿來喝 還倒那個5CC這樣喝 最常這種使用腮劑 就是腸胃科 小兒科跟我們婦產科 真實生活是這樣 錢醫師很老實 太客氣了 我上次也有病人是這樣 其實他是開硬道腮劑 那我們開回去 當然就問說 這治療效果好不好 他說 這個是不錯啦 可是陳醫師 沒有 我上次開放了 那是 他這次是 我去哪兒子 那是 我來的 我去哪兒子 我來的 那是